课文 怎么处理淘汰电脑 哎,老马,买了台新电脑 啊,真漂亮 你那台旧的呀,是该淘汰了 我正发愁,怎么处理我那台旧的呢 放在家里,既用不着,又占地方 淘汰,你不是也买了台新的吗 原来那台怎么处理的 我卖到旧货市场去了 买的时候好几千,才过两年 只买了几百块 我心疼了半天呢 不过后来一想,只要还能用 不管谁用,就不算浪费 来,你没去旧货市场看看 怎么没去呀 你那台电脑虽然也是旧的 但还不太过时 我这台都用了五六年了 人家根本就不收 说就是收了也卖不出去 没钱赚的买卖,谁做呀 要是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呢 他们不会嫌电脑太旧吧 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你想啊,我这台老电脑 什么新软件都用不了 把那些过时软件交给孩子们 他们还是不能掌握新知识啊 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把它当垃圾扔了吧 这可万万不行 一台电脑里有七百多种化学物质 很多都是有毒的 当垃圾扔了,会造成污染 天哪,没想到 电脑新的时候是个宝贝 一没用了,就变成不好处理的垃圾了 是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电脑生产厂家 对旧电脑回收利用 电脑里的塑料什么的肯定可以再利用 这个办法好 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厂家吗 我还没听说 要是有,我就不用为这台旧电脑发愁了 现在电脑的更新速度太快 我的一个朋友三年里都换了两台了 他也发愁,怎么处理旧电脑呢 这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呢 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 美国被淘汰的电脑中 也只有10%左右得到了回收利用 今后十年 估计有15亿台电脑被淘汰 想想看 全世界得有多少台旧电脑啊 诶,我倒是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机会 要是我能发现一种能回收利用旧电脑的方法 那我不就要赚大钱了吗 好啊 你今天就把这台旧电脑搬走吧 算我对你赚大钱的一点贡献 先别着急 在我发现这个办法以前 你的旧电脑还是先存在你家里吧 你赚大钱是要赚大钱的外旧电脑 来说这段话 会的东西 还没有 是想想想想想想 突然